随着疫情解封与暑假的到来 2023伊兰国际童万艺术节 今年迎来第28年 此次以童万元宇宙为主题 结合科技、水上创新设施、夜间光影秀 与多组国内外民俗表演团体 让民众从找网到网 感受路源所带来的丰富盛夏 也开启童万节的新纪元 舞龙舞师、国树舞剑、气势攀驳的鼓声 与热情声巴舞 表演团队采接游艺迎接热情民众 场面热闹开启了童万节开幕的起手室 县长林姿妙也带领来自国外的民俗表演团队 进到开幕典礼会场 并与表演团队一起与典礼舞台点亮蓝色星球 迎接围棋四天的伊兰同万艺术节正式开幕 开幕典礼当天配合主题同万元宇宙 首先由马嘎巴海文化艺术团 带来原住民迎宾歌舞 紧接着是由国内福尔摩沙玛戏团 与柬埔寨法尔剧团带来结合马戏 杂耍 现代与流行舞蹈 上演精彩的宇宙大冒险 典礼最后更请来国内唯一大型机器人表演团队 Lessy Boys 钢铁军团出场 带领现场观众直接进入惊奇的外星世界 呼应本次同万节多元包容 与探索未知宇宙的精神 2023宜兰国际同万节 今天正式开幕 7月1号到8月13号 每天节目都非常的精彩丰富 邀请所有全国的乡亲好朋友 还有伊兰县和国际接轨 所以带动观光 带动繁荣 带动商机 带动市农工商的发展 所以美食文化艺术的交流 让伊兰县能够蓬勃发展 一让同万节今年迈入第二十二届 每年的水上设施 陪伴许多人度过炎乐的盛夏 今年以星际太空总部为中心 打造的全新水世界 吸引不论大人或小孩 沉浸在充满同趣与奇幻冒险的游戏里 玩累了离开细水区 还有同万文创市集 与来自13个国家展示的民俗表演 活动持续至8月13日 邀请游客一同欣赏异国文化 与探索奇幻多元的同万元宇宙 以上新闻由正深记者陈冠宇采访报导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